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典家常菜 健康大改造 有请两位老师为我们的煮肉饭打分 营养师再出其招 改良究竟能否成功 那个葱姜外很浓郁的 敬请期待本期《回家吃饭》 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回家吃饭》的特别节目了 经典家常菜 健康大改造 我们就一个原则 经典的家常菜 让大家吃得又健康而且又美味 今天也是邀请到了营养专家侯晨晨老师 在现场对我们各项数据进行一个评估打分 欢迎侯老师 谢谢大飞的介绍 我是营养师侯晨晨 我们今天做的这一道菜 它的味道是香而不腻 它的口感是软糯可口 一口米饭 一口肉 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经典家常菜 现在大改造的是卤肉饭 您爱吃吗 确实挺好吃的口感 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宝宝 都特别爱吃卤肉饭 是吧 您觉得在卤肉饭对你而言 您觉得负担在哪里 就是我又爱又怕 爱的是它的口感 确实是非常的美味 但是呢怕就怕在 它热量真的超级高 你想想看吃一口是吧 香是香的 满嘴流油 是吧 但是我们那个负担很重 当我们听一听各位饭团 对于卤肉饭的看法 喜欢吃卤肉饭呀 喜欢 我当然喜欢吃卤肉饭了 挺爱吃的 但是呢也不敢经常吃 油比较大 然后糖饭也比较多 所以就吃着感觉很有负担 因为它毕竟油水也比较大 卤肉饭感觉比红烧肉热量多高 这吃完不得胖个三斤呀 但是现在卤肉饭盐多 油多 糖也多 对身体负担太大了 如果这碗卤肉饭 它不让人发胖就更好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目的就是什么 让大家想吃就吃随便吃 我们看一看今天 给我们用经典做法和改良做法的 两位嘉宾是谁 来 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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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 我刚才在讲的就是说 因为卤肉饭我们大家都爱吃是吧 但是爱吃的人可能那个身材都比较 光 但一看这两位这身材好像都比较这样 都比较苗条是吧 对 那这样吧 两位先打一招呼 我们猜一猜谁做经典做法 来 大家好 我叫张晓燕 我是一名营养师 我平时特别喜欢做美食 然后特别喜欢改造一些经典的家常美味 那我明白了 大概其您今儿给我们做的是改良版的鲁肉饭吧 没错 来 李大冲打一招呼 大家好 我是粤菜厨师李川 川哥 我觉得您应该平时也不会吃这么肥的 我吃的次数也不少 可能消化得好 爱吃这个 爱吃 而且我吃的还是最经典的 就是用肥肉做的 那我们今天这边是经典的鲁肉饭的做法 您这边要进行一个改良 今天侯老师在现场会进行一个数据的评估 而且最后会打分 我们会依据无论口感味道 还是改良的各项数据 来评估今天的改良究竟成不成功 那先做经典的 这次一定是我先做这个经典的 让你们尝一尝经典的鲁肉饭的味道 这经典的鲁肉饭是去掉这个瘦肉的部分 五花肉 对 去掉瘦肉的部分 对 我今天在这个影响数据和热量上 我帮不了你了 周老师 小比默默记上 其实这个鲁肉饭在咱们中国食用的历史 已经非常非常的悠久了 这个鲁肉饭最早就是在沿海在福建 当时给这些干重体历活的人 来准备的这个肉 所以用那个肥肉比较多 因为重体力劳动者 他肯定热量要求非常高 可能一两天我觉得都要有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上班族 都是久坐的生活方式 那这么高的热量 我表示非常有负担 这个东西也有一个时令性 咱们到了秋天以后 贴秋篇的时候 吃的这个次数就多一点 而且它这当中有一个手法 叫做油撞油嘛 啥 卤肉饭里边的灵活红葱酥 要提前加工出来 再用这个葱油去炒这个肉 把这个肉里边的肥肉部分的猪油 逼出来 也就是说用那个料油撞猪油 对 把它撞出来 我做的这个经典里边 没有香料 它靠的就是这个葱香味 去除肉的腥骚味 葱香 经典的 我很期待它的口味 因为我在外边 确实没有吃过这种 纯肥肉做的 但是又很怕它的脂肪汗量比较高 所以我也很期待这个改良版 我待会儿就太怕您嘴上说 我不要吃它 但身体很诚实 一直在吃 是吧 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葱油熬出来 我们做这个红葱酥的时候 这个油一定要入 这个红葱头有什么讲究 我用洋葱行不行 用洋葱呢 没有这种香味 这个红葱头炸出来的那个葱香味 很清香 那咱们老说这爆锅老三样葱姜蒜 您只用了一个红葱头 对 那姜跟蒜来点吗 姜跟蒜没有 因为在这个南方呢 它是熟吃蒜生吃的 一定要把这个下去 然后吃蒜吃蒜吃蒜的吃 看平时李川大厨说话温温而压 但是他其实内心特别倔 坚决传统就是传统 这个东西传承了这么久 它肯定有它的道 现在是吧 这个在油里面炸这个红葱头 您是不是内心那个就那个热烈 往灯灯灯灯 葱往上走 而且我还有一个疑问 您问我 我们炸完这个红葱头之后 这个葱和这个油都要什么 对 我要一部分这个油的 这个现在听完这个答案之后 油很宽我觉得 什么啊 现在呢 已经变成金黄色了 现在其实这个香气已经出来了 就是那个声味已经断掉 逐渐出现了那种葱的那种熟香之味 对 我们努力地往那边扇一扇 闻着味道了吗 闻到了 我都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 然后香气扑面而来 是吧 您是不是对自己的那个改良 产生的一些质疑 要不咱别改了 不 我仍然坚持 我对我自己的改良非常有信心 熬过冲的这个油放进来 好香啊 对 接下来做重要的一步了 我们经典卤肉饭的经典之一 就是 油状油 油状油 现在做就油状油 咱们把这个肉炒得呀 断生 一定要断生 这时候咱们搁什么呀 搁冰糖 您是不是刚才忘了炒糖色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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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呢 就是要用这个冰糖融在这个肉上 大厨 我有个问题 咱们这冰糖加了多少克呀 我这个糖大概加了有130克 这边是一个温柔的陷阱 对 因为咱们北方做这个呀 提前炒好糖色以后 它氧化了以后会很黑的 这个它不会黑 这个是米酒 这个米酒70克 哇 现在互相忽然间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香气 你看里边的颜色 真的 琥珀色 对 琥珀色 卤肉饭里面还有一个灵魂 就是这个酱油 在这里其实我想解释一个 大家普遍都有的误局 刚才我们大厨也说了 它可以通过这种操作方式 把肥肉里边的油给逼出来 再用这个葱油去炒这个肉 把这个肉里边的肥肉部分的猪油逼出来 那我的肉是不是就不肥了 然后它热量就下来了呢 肉里边的脂肪是没有办法完全给它 就是去除掉的 所以你以为的肥而不腻 并不是说它热量就降下来了 这个我可以提反驳意见 因为我认为呢 我看到我这个油就变多了 这个猪油脂肪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呢 关键是您这个汤 会不会浇在饭上一块吃呢 一定要浇在饭上 对 所以并没有少 这会儿呢咱们就盖上锅盖 先大火煮15分钟 然后再小火煮35分钟 然后这时候呢 咱们呢把它放给闷吃 就用着咱们普通的这个原料 我提前给饭准备好了 这个是现在我们很不提倡的一个 吃精致粮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很多的代谢性疾病 其实还是提倡日常多受膳食纤维 但是膳食纤维 其实在精细粮里面存在的 会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现在建议大家 都是一半一半地吃粗杂粮 你听到吗 专家说的是建议 没有说不许吃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吃这个 这个大火已经15分钟了 大概你看现在了 快 给一两位老师们看一看 十字房再颤抖 我把鸡蛋都放在里面 滷肉饭配滷肉蛋 大概再有三五分钟 咱们这里边还要搁一个灵魂的东西 是个我刚才榨的那个红葱酥 你这道菜一点绿色都不见吗 这个东西见到绿色 就是一个失败的卤肉饭 侯老师 您平平平 小葱花都不知道 大厨是拒绝一切 对 膳食纤维的来源 现在这个呢 现在肉真的很好 对 因为这个胶原蛋白也都出来了 汤汁也黏头了 鸡蛋也上色 也入味了 咱们呢 关火 我们把这个红葱酥倒入 天哪 这个红葱酥一进去之后 被那个热肉一通 那个香气咚就起来了 连菜带肉带汁 就浇在这个饭上 好好吃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入口即化 那个肉在嘴里面 肥的那部分 你用舌头一顶一下化开了 嚼它的时候略微粘牙 越嚼越香 那个香气是跟那个水的那个波纹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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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香 一直香到鼻子 大厨我吃着 其实这里面还是保留了一定的瘦肉成分的 是不是想加分 怎么还有这个环节啊 有请 有请两位老师 为我们的经典滷肉饭打分 张姐从味道上您给的评分是 我觉得从味道上我完全可以给满分 十分 直接听话版 来 我们看一看 从营养数据方面 我们侯老师会给多少分数呢 虽然我刚才觉得大厨这个味道太好了 我也吃了很多 但是呢 我并不觉得吃人嘴短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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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给人家承议 我给个及格分吧 不可能 甚至第二碗饭还没有到之前 给了六分 但是 要不然吃完两碗 肯定要给个高分了 是吧 我们让侯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经典滷肉饭 从营养数据方面的一个指标 然后它的热量是 1014.6千卡 脂肪是70.4克 蛋白质是20.7克 碳水化合物75.2克 膳食纤维0.8克 根据我们国家居民膳食指南里面的推荐 成年男性每天所需要的热量大约是2250-3000大卡 成年女性呢 大约为1800-2400大卡 而传统版卤肉饭一份的热量就高达1000多大卡 超过了大部分人一餐的热量摄入 且热量的主要来源呢是脂肪 蛋白质较少 营养素配比不均衡 膳食纤维也少 因此呢在食用期来会增加健康的负担 将五花肉中瘦肉取出一部分切块 与红松头油熬煮 加入冰糖炒制并调味 焖煮成熟后撒上红松头酥 搭配白米饭就完成了 化重点用红松头油炒制五花肉 能去除腥味增加香味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经典家常菜 让大家先馋 把经典味道吃完之后 我们要再去想能不能改良 改良是否成功一个关键名所 那接下来把时间就交给张老师 恭喜 李生大叔看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香料摆在这儿 您现在 不知道做什么 是在做红烧肉吗 好 我们要看一看我们就是改良 到底改良在哪里 好 来 第一个就是从食材上进行 改良 这个是梅花肉 这个是鸡腿肉 梅花肉它瘦而不柴 而这个鸡腿肉呢 口感非常的滑嫩爽口 而且这两者搭配在一起 不但是热量减少了 而且还保持了口感 对于我们的鸡腿肉和梅花肉来说的话 它100克只有156的清卡的热量 这个热量之所以减少 也是因为里边脂肪含量大幅减少的一个原因 此处反驳一下 我感觉呢就是说这个热量越少的 这个食材越贵 您简直是另批西径呀 我们肉切好了 然后我需要把这个鸡腿肉给它浆一下 加一点小苏打 来一点儿淀粉 让它更加爽滑 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改良的第二个点 是用长粒香米 还有这个三色米来代替这个圆粒米 三色米呢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来增加饱腹感 这个是我们提前已经浸泡过了 四小时以上的 那我们就直接蒸上 蒸米饭了 那我的改良点三呢就是 红葱头酥呢 刚才那李大厨是用油炸的方式 我呢是用空气炸锅 让它出香且没有油 郝老师 这个方式是不是也是加分香 对 没错 因为刚刚大厨用的那个炸制的方式吧 会吸很多的油 这样的话我们用烤的方式 它确实是没有油的 我往里面呢 给它稍微点一下这个胡麻油 注意这个措辞 点一下 这个胡麻油呢它是非常优质的油 胡麻油也叫做亚麻籽油 它是一个很健康的油脂 因为它呢里面富含一种 奥米克三脂肪酸 包括阿尔法亚麻酸 同时也包括我们熟悉的 EPA和DHA 所以其实对我们的健康 是有一定好处的 大叔 这种听明白了吗 阿尔法 贝塔 德塔 亚麻酸 刚才之所以说这个油有益处 也是因为它富含那个 不饱和脂肪酸 但是如果亚麻籽油 它接触高温的话 它可能这种益处就消失了 就是您在烤制的时候 这个温度是多高 大概120度左右 现在呢万事俱备 那就咱们就开炒了 先给它来一点胡麻油 对 多少克呀 大概也就是有10克的油吧 10克 先把这个梅花肉给它煸一下 把这个香味给它煸出来 这点肥是增香的 本身放了植物油就少 这样它逼出来肉里边的油 它就可以让这道菜更润了 再炒到它这个颜色 四变非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鸡腿肉 给它放到锅里边 鸡腿肉成熟时间短 像我们用这个蒜末还有姜末 给它增一下香 这个酱油呢 我选用的是滴钠的酱油 这个豆瓣酱呢 也是减盐的豆瓣酱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给它放这个香菇丁 加点水 加一点香叶 八角跟桂皮 提前已经煮好的这个鸡腿蛋 我用鸡蛋用鸡蛋 相对于鸡蛋来说 它的胆固醇要稍微的低一些 李大厨用的是冰糖 那我是用的这个代糖 叫赤险糖醇 赤险糖醇它就是几乎是零热量的 我们可以认为 但是大厨的130克冰糖的热量 可是相当可观的 张姐您这加多少克 我这个加两克就可以了 两克 我们那个糖多呢 是给劳动者带来快的 忘却它一天的疲惫 多两克糖是提鲜 大火烧开之后呢 我们给它转小火慢炖 其实刚才里面加了像香菇啊 这些也是增加了膳食纤维的 这个含量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食物当中 增加这个膳食纤维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 会有高脂血症 糖尿病等等一些代性疾病 那么这个膳食纤维的增加 对于这些代性疾病 都是有帮助的 那里边又有鸡肉粒 又有香菇粒 又有猪肉粒 还有姜粒 蒜粒 这么多东西了 再配上那个红的 黄的 白的米 那不是就成八方的吗 就是我们每人每天 最好能摄入15种的食材 那么每周呢 可能需要摄入25种食材 你食材多了 它的营养素 它才能更完善一些 哇 怎么样 好香啊 这个方法啊 刚才一开个很香的 那个葱香味很浓郁的 是啊 这又加分了吗难道 那我加这个红葱头酥呢 是分两次加 那首先呢是在炖煮的时候 让这个红葱头酥的这个香味 慢慢地融入到里面 出锅前呢 把这个剩下一半的红葱头酥 再给它倒在里面 把它这个香味加强一次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上饭了 对啊 快找饭上上啊 就咱们之前已经煮好的 那下面呢我还有一个改良的点 就是往里面呢加入新鲜的蔬菜 就是刚才侯老师一直在强调的 膳食纤维 菜品上可以增加它的色泽 还可以增加它的口感 吃起来呢也更健康 肉的脂肪给你带来的那种美感 那种口感弱了很多 但是好在里面有香料提味 我日常就这么吃 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 而且吃不出任何的 让你觉得有负担的那种一口油 对 那些个 完全可以再吃上两三碗 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 首先我这滴口下点没有吃到肉 但是味道呢确实不错 李大厨他一直在强调没吃到肉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肉是什么呀 他说的是肥肉 好 接下来到了 改良版的卤肉饭的打分环节了 咱们看一下李大厨给我们这道 改良版的卤肉饭的评分 九分 九分 对 这个味道上面来讲呢 确实比较浓郁 刚才打开这个空气炸锅 迎面来的那个红葱头酥的那种 葱香味又升级了 这个呢也是我以后要学习的一点 我们看一下侯老师 对于这道改良版的卤肉饭 从营养健康数据角度 给多少分 来 九分 对 九分 其实我还是相当满意的 因为在改良的时候 我们的热量下来了 然后同时膳食纤维又增加了 其实如果要是换成我改良的话 一个是我们要增加 就是它肥肉带来的这种口感 改良一下的话 我会加大量的杏鲍菇 另外在米饭这块呢 可以把这个粗杂粮的米饭 替换成黎麦 我觉得它在口感上 就不太会受影响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整个营养数据表 改良版的卤肉饭 它的热量是484.5千卡 脂肪是18.4克 蛋白质呢是24.2克 碳水化合物是56.7克 膳食纤维达到了4.2克 总体来言这个数据还是比较不错的 改良版卤肉饭相较于传统版 整体的热量降低了一半 主要体现在使用到的 都属于比较优质的肉类 脂肪含量低 蛋白质含量高 同时呢 主食中添加糙米和蔬菜的加入 都增加了膳食纤维的含量 吃着更加健康无负担 用胡麻油煸炒梅花肉丁 再放入浆好的鸡腿肉丁继续煸炒 放入辅料并调味 最后再加入空气炸锅炸好的红葱头 搭配三色米饭就完成了 话重点 空气炸锅炸好的红葱头分两次放 增香又提味 只差两分就满分 什么感觉 其实我已经很满意了 这也是一种新的学习 只有我们今天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谁跟谁比较 也并不是说告诉大家 我们改良之后 我们就要摒弃原来的传统 而是说在经典传统味道之上 我们进阶改良 然后让我们的整个食谱美味又健康 谢谢 谢谢各位